現在大家吃飽喝足之後我們就來看 你把它放進來之後呢 我們下面剛剛已經有提過的聲音怎麼調整 現在我們的重點是這個影片難免有些磁螺絲的地方對不對 要把它剪斷剪斷嘛 那最簡單的方法其實你看 你先注意一下我們上面這一條 我們時間走上面像是空無一物 所以麻煩各位呢您在這一條上面隨便按一下 滑鼠按一下 你會發現會多一個時間走的線跑出來 有沒有跑出來 多一個這個線跑出來 好那這個線呢就是我們那個你的時間走的那個指標 那指標你有沒有發現左右還有兩個 這是要給你選範圍的 有沒有老師有用過那個像那個威力導演 應該一模一樣就是給你選範圍用的 那我不選也沒關係 比如說你看喔我們在這邊 欸我就發現這個你可以相當拖曳 假設我到這邊我想要把它拆開來 把它拆開來的話呢比如說這裡 我先把那個不要的告訴你怎麼弄好 我按住它有沒有這樣就可以選一個範圍 選好之後呢我們上面這一塊 有沒有這裡就有刪除範圍 你就可以把這段刪掉了 如果說萬一是那一段有錯誤的話 這樣是最簡單的 所以你看我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那一段就刪掉了 後面就這種補進來了 這是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中間錄的過程 所以最好的剪接方法 就是錄影的方法 老師要知道怎麼做嗎 講錯了 不是 講完 因為比如說我這段講錯了 我就靜音嘛 我就不要再講話了 因為我從這邊就可以看到有沒有聲音 我就知道那一段是錯的 不然的話你也可以用play嘛 這是一種方法 可是如果你比如說我只要有講錯一段 我中間就靜音大概兩到三秒鐘 那我就很清楚 我只要看到那個怎麼那一段都是平的 可能那一段就是不要的 就那一段之前就是不要的 這樣會比較容易判斷 你可以做個參考 那這是第一種 就是我只要把那個範圍選好 就弄掉就好 另外一種是什麼 順序 比如說我在這邊講到這裡 結果發現糟糕 剛剛應該要先講這一個 結果在這邊沒有講 那怎麼辦 還要剪來貼上去 沒問題要麻煩 你就利用powerpoint那種特性就好了 請問投影片可不可以調整順序 調整順序就等同我們調整播放順序嘛 了解齁 所以呢我們現在用這個功能 你看喔 假設我到這邊來 我就把指標放到這裡 你看有沒有最後面這邊有沒有一個分割換燈片 我如果指標在這裡按下分割換燈片 後面的部分就會變成什麼 另外一張投影片 你看我把它按下去 按下去 有沒有就跑到後面了 那我就把它拉上去嘛 或者你上面拉下來 這樣知道意思了齁 所以利用powerpoint的方法 來調整我們的什麼 影片的順序 這樣相對是容易很多 你就不用在那邊 像一般powerpoint 那個什麼 威力導演剪接軟體 就是在那邊找來找去 是不是要找很久 可是我透過這個方式 就快很多 這樣是 給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你也可以這樣做 也可以用這種方式做 就比較容易一點 那萬一如果你真的要插一段進去了 比如說這兩個中間 我剛剛少講了 沒有錄到嗎 你要全部重來嗎 全部重來是一種方法 但是我跟你講 全部重來那一段一定有錄到 但是前面後面還會露掉 因為我們重講一次 絕不會剛好就是一模一樣嘛 我也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重講一次就一模一樣 一定會有一些不同 那這中間有時候就比較麻煩 所以其實我蠻鼓勵老師 其實可以用補錄的 那怎麼補錄 我可不可以再插一張空白的換燈片 有沒有插進來了 就怎麼樣 這裡少講一個有沒有 你再把錄好那一段再插進來 不是就可以了嗎 了解意思 嘿 所以你像我們在這邊 如果我們剛剛那個下載那裡 這一支要來亂錄一下也可以啊 對不對 這樣就進來 先講這個再講這個 因為這裡是要放標題用的 你看有沒有文件標題 放進來 點一下 好 我把它全部選起來 這個叫obs 啊 這個 我的速度法打不出來 我從另外一邊call一下 好 這裡 好 現在我這樣 把它弄好了 我就把它全選起來 放大 適當大小 對不對 好 你要全選一下喔 然後呢 在這邊 你選好你的 大小 好 然後像我剛做那個幕後花絮就是像這樣子 我會用一個反白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一般在這邊的話 這樣反白是看的比較清楚 你如果沒有反白的話 變成說你的字會跟後面的什麼 影片會有重疊 好會有重疊 所以我就可以像這樣去弄進來 那你稍微留意一下喔 我們這個進來的時候呢 字幕進來的時候 預設的時間長短是多長 0 1 2 3 有沒有3秒鐘而已 所以這個不夠長的話 怎麼辦 你可以把它拉長一點 你可以把它拉長一點 你可以把它拉長一點喔 你可以把它拉長一點從旁邊這裡 這個地方往後拉就好了 就可以調整我們那個字幕的時間 等於說每一個圖層你都可以 其實這個部分跟那個什麼 跟PowerPoint它也可以做動畫 是有點雷同的 對不對 PowerPoint進來之後 每一個這些是不是都可以做動畫 那它進來也有彈入彈出 所以你看到這個前面 這就是彈入 後面就是彈出的時間 好 就彈出的時間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去安排它 字幕出現的時間 好 字幕出現的時間 所以這樣子有沒有 還不算太難 我們就利用這個軟體來協助什麼 OBS來做剪接 來做剪接 應該這樣就比較方便一點 因為它畢竟沒有剪接功能 OBS沒有剪接功能 我只要用這個這樣就好了 那待會呢 您只要負責輸出就可以了 輸出 我先讓大家先剪一剪好了啦 等一下輸出我們再來講 來